好,同学们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。 那他说,这个从这个第三题,从第二题可以知道呢, 在0到90度,在透明介质中所经过的最短距离是多少? 来,我们就写,由第二小题可知。 刚刚呢,在什么地方他在介质中会走最少? 就是在这里,如果今天这样子走,对不对? 那这个90度过来,他就会45度过来。 那45度过来,就会90度离开。 那你看,这一段距离就是在介质中就会走最少。 在介质中就会走最少。 那这个在介质中走最少,那段距离是多少? 那段距离,我们就说,这个呢,他是二分之二分之一L。 那这也是二分之L。 那这个就是二分之根号二L。 OK,二分之根号二L。 好,那我们要算时间,来。 我们就算时间,叫做二分之根号二L再处于速度。 好,那这个速度呢,我们就带什么? 我们就带C除以N。 C除以N。 那这个N呢,是多少? 这个N是折射率根号二。 好,折射率根号二。 好,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,根号二再把它翻上去。 根号二翻上去的话,根号二乘根号二,二二消。 那这个最短时间就是L除以C。 这样就可以了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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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